大家現在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應該是已經看到 公布默默 懷孕的那個 影片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我剛剛在知道這件事情之前 我還在想工作的事情 想很多很多很多可能性 我要怎麼做 這一刻我什麼都不管喔 真的這一刻你會發現你 力大無雄全世界 什麼事情都放一邊去的感覺 我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從來沒有體驗過的感覺 我希望真的能夠透過這個鏡頭 跟大家分享 當你真的知道了你要當爸爸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feel 對就是當你拿到這個的這一刻 內心裡面會產生非常多的化學變化 例如說 他是男生女生啊 然後接下來 呃 這三個月因為不能講 所以 很多的事情 譬如說 要確保 某某的睡眠啊 他的飲食啊 還有我們的作息啊 通通要調整 呃 因為我們跟家裡是一起住 所以有很多的小細節 譬如說關門啊 還有煮飯的油煙味啊 等等就是 就會有開始很多 需要之後要注意的地方 但是我又不能講 你知道就是這三個月我又不能講 我只能想辦法 去克服這一切一切的狀況 反而有時候我會覺得我對鏡頭講比較不自在 但我現在非常的自在 因為我不知道要找誰講 照理說如果是可以講的話 我第一個一定打給牛爸 這段時間以來 一直 鼓勵我們趕快生小孩的 真的不是我們的 不是我岳父岳母也 也不是爸媽 真的是牛爸 我相信牛爸當 再過兩個月 再跟牛爸講的時候 我相信牛爸會很 很 很興奮到時候大家再看影片 我不會講他就是一閃而過 因為有很多想法 但這中間當然也穿插著很多的 擔憂跟擔心的害怕 例如 我的事業 就是我的Youtube 我的自媒體 我要更努力的 去工作 甚至連默默幫忙剪片 或者是什麼的這些工作量 我必須要比以前更努力 你的擔心害怕就會出現 很多的對自我的一些質疑啊 你會擔心自己不夠好 擔心沒有辦法給他們最好的 會有很多的擔憂 這也是穿插著來 所以那種感覺就是 喜悅跟擔憂 一直穿插 你前一秒想像 欸我要怎麼樣 他是男生女生很興奮 然後我要怎麼給他怎麼樣的一個 人生 你又會擔憂說 如果我們 不夠好 如果我沒有辦法給他們更好的 那 也會擔憂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 就是又緊張 又興奮 又緊張 又興奮 又興奮 又很開心 So 這個大概就是 這個大概就是 這個當下的感受 那我也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也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得懂 我真的很想把這一刻記錄下來 一切的一切 又是一個新的旅程的開始 那終於啦 陌生夫妻 終於 終於轉親子頻道了 好不好 Cheers 真的轉親子頻道了 牛爸 Cheers 接下來 我覺得我很幸運的是 身邊有很多的親子頻道 YouTuber 作為我們的導師 可以給我們很多的建議 包含 我是老爸 一家子 很可愛 然後還有 皮特爸的說三媽 以及 牛爸牛媽 有很多的前輩 可以給我很多的意見 所以其實我對於 接下來的路 我會有很多的擔憂 但是絕對不是 呃 絕對不是缺乏導師的擔憂 好不好 這個喜悅 那種感覺我真的不會講 唉唷 還是喝一下好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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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大家這一路的 陌生夫妻的陪伴 接下來 將會有一個 新的頻道角色登錄 每週我都會跟大家報告吧 應該每一週都會有 至少有一支影片 是關於 寶寶的一些懷孕狀態 跟大家分享 那也希望呢 各位 可以參與這個過程 看著他 逐漸長大 然後 岳父岳母啊 他們應該會很開心吧 他們真的應該會 非常非常開心 他們會 對 我會很期待 看到 舅舅舅媽 岳父岳母還有我爸媽的反應 我今天有很多的影片 想要拍給大家分享 那 那其實就差不多這樣子 大家這支影片沒有什麼目的 純粹就是告訴大家我現在的心情 那 現在我是在高雄火車站 對 我會記得高雄火車站 然後今天是九路 今天就是十月一號 十月一號 非常重要的一天 那我真的非常期待 大家可以一起參與 這整個過程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 好了 已經凌晨四點 我們就 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哇很清楚耶 喔真的假的 這個 哇 這是懷孕的Pana 喔 哇 已經有看到心跳 我先量大小的 等一下讓你看 哇 哇 哇 嚇唆 欸你可以不用這麼定這位先生 對 我覺得他會昏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